40岁的吴先生是在今年6月通过朋友的介绍 将价值11万6千令吉的丰田Hilux四轮驱动车 放上网络销售平台muda.com售卖 不久后一名自称是纳杜斯里的英语男子联络他 说想买车并请吴先生把车子开到他的家 但是对方一直没有现身 直到下午4点银行结束营业后 纳杜斯里才开口要求他将车子留下 并承诺会付款 因为纳杜斯里住在豪宅 家中停放多辆豪华车 出门还有保镖秘书随行 于是吴先生不宜有他爽快交出车子 已经被订阅中心这辆车在各年 就一起约2点 可是他很厉害 他拖我的时间拖超过4点 不可以了我们一起见面交车 他也怕我给他车 他没有给钱我没有给他车 就大家一起面好 可惜他拖过4点又去不到银行 他就跟我讲你放车啦 我们明天 可惜我就放车给他了 第二天想去银行 他拿了车就没有 打电话给他 他就跟我讲他竟有支票 叫我等多几天 等多几天 可是我去银行车 没有 他也叫他帮我车 他也不要管 等了几天 吴先生一直等不到纳杜斯里的汇款 才惊绝上了当 至今纳杜斯里还是拒绝交出车子 而另一名上当的邱先生遭遇也大致相同 只不过邱先生在交出车子当天 已经通过网上歌名手续 将价值超过20万的马赛地房车 转到纳杜斯里的名下 但是对方却迟迟没有过账 银行也说这个是 scheduled payment 就是pending罢了 不是给的钱 没有给钱 所以我们打去给他 他就说多几天多几天多几天 但是这个车他的手法就是 他拿到的那辆车 他放给另外一个马来人的名字 他说是送给他的director 送给他的director 然后他就说 我的director要那辆车 现在我帮你追钱 这个那个他就说很多 邱先生不甘受骗 在掌握了纳杜斯里的住址之后 他带着警方上门交涉 虽然对方承诺还钱 但是邱先生前前后后 也只收到两万令吉 邱先生面对的最大问题是 车子已经不在他的名下 所以只能等待警方采取行动 配同两名市主召开记者会的 行动党四眼诺区国会议员 林丽颖表示 他们曾经登陆各大网站 了解这名纳杜斯里的身份 发现许多网民也投诉上当 但网页没有显示内容 因此他们无法了解 受害者的授骗过程 林丽颖也质疑 为什么警方在接获投报之后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MTV7采访报道